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现在我正在找工作的路上 这个工作真的一年比一年难找 越早越迷茫 今年都快准备40了 真的 焦虑感了 逐年上升了 今年有36岁了 还有4年的话就40了 然后以前的话还顺一点以前 以前有西班年是兽摩托车 还有开摩托车店的 挺顺的 有点小风光 但后来改行之后就 几乎年年都在换工作了 真的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现在真的是越早越迷茫了 现在自己创业的话又怕风险大 上有老 上有小的 一旦失败了就麻烦了 然后现在进场的话 又怕管得太严 毕竟自己这个年纪了 现在做工地的话工资挺高 但是又怕太累自己受不了 送外卖的话又怕太阳太晒了 长早办保安嘛 轻松了 又可以兼职拍点视频 但是保安的话又怕人笑话 像我们这种脸皮薄的 真的是很难挣到钱了现在 这里又有一个喜宴 现在前面有个招工牌了 等下过去看招不招工 然后找什么东西去看一下 长哥 你们这里还招工吗 里面那里有电话 到明天8点8点打超分开 是保安 保安在招吗 有8个小时吗 有12个小时吗 有12个小时啊 哇 有点长时间了 谢谢